现在在这边排队啊 我女儿不是一直有点咳吗 咳里有痰 小孩子痰不出来 前几天在我们人民院看了 吃的药也没怎么好 然后在我们诊所也看了 一直发本部分抬不得好 主要她其实化验血液也化验了 就说没什么炎症 并不是感冒 其实她主要就是有痰 然后现在在朋友介绍 出来这边一个诊所看 很聪明啊这边 她是退休的医生是吧 对是个退休的医生开的 她的这个诊所开的比较偏 然后我找了半天 但是我就问了 一问我还没开口 又看我抱个小孩子 她就知道在那里在那里 比较有名 对比较有名 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午来的 人也好多人都在排队 好多人在里面 她那个位置比较偏 在那里面 全是老房子 全是老房子 这是我们现成的 老房子 我都没想到我们现成有这样的老房子 主要是太偏了 很少人来这边 但是人家你看 随便一问都知道 这么多人在这边 我决定了 王老师 我发现这个医生这一行啊 又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能救死扶伤 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以后我的儿子 他一定要按照我的路线 规划他的未来 他就要从医 兴趣 小孩子 小孩子有些 你儿子喜欢喜欢鱼 难道按照他的兴趣以后去养鱼 对啊 记住了江山啊 滚 小孩子的兴趣 怎么说了 不能抹灭他的兴趣 但是做父母的要引导他 他现在的兴趣就是玩鱼 就是玩鱼 难道以后我把那个鱼糖给他 可以 没出息 这摩托车 都是来看医生的 看病的 小车子开不进来 小车子都在外面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成的老房子 这些房子没有 这些房子没有几百万人家不会卖 人家来等着拆迁吗 估计是 我也感觉是等着拆迁这些房子 全是老房子 跟我们家的院子一样 大家看一下 这些房子 这些瓦都是没多久盖的 这个瓦是新瓦的 房子都是好久以前的 这个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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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门上面的那些笼 装饰 都是后来装的 以前我家的老房子也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颜色的砖 红砖 还有这个颜色的 这些房子虽然比较旧 但是值钱啊 这些房子都值钱 都是几百万 狗狗 那个好大的狗狗 哎呀呀呀 这边有一只狗 这我女儿 蹲在这边看 那边有狗狗是不是 那是爸爸在那里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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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走了 狗狗 狗狗 这些都是刚刚看完的 准备要走了 现在已经看好了 然后回家 今天 这我女儿看了一下 然后我老妈也看了一下 这我老妈 手麻 手麻 头晕 反正这几十年来 一直都有 所以说动的手术 是吧 动的两次手术 但是这个病 它就是根治不了 它是经常要来医院里面复查 很难看得好 回家